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新铺的速度 同时亦有政策支持 相信利润率回升到双位数的水平 他们亦预计 海底Low可能会通过 面积较小的餐店 扩大低端城市市场份额 由于员工数目比较少 相对拉高利润 所以将评级由中性调高到马亚 目标价由18.5 调高五成到27.8 海底Low今天升到大约半成上来 收报22.5毫 全日升到1.05元 看看公司的动作 看看3690 近期上海各大电商 纷纷加大下季消费的补贴力度 令上海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据媒体报道 今年暑假 饿料摩和美团 在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指导下 再次向市民发放消费券 其中饿料摩将在8月 向上海发放5000万人民币的暑期清凉消费券 美团也将会发放2600万人民币的 超级市场的百货消费等等 餐饮方面 饿料摩将会展开一系列的活动出销 上海市民可以有一些消费券 购买最多5折的商品 有些消费刺激手段出销3690 靠找到收布144.7 全日升到7毫 最后看来就是商汤 今天疫市做得比较差的股份 全日要跌大部分3.4 因为它再被软银减持 港交所的披露2显示 7月31日软银在市场中 减持商汤1400万股的股份 平均价1.79左右 套陷2600多万 完成减持之后 持股量进一步下降到1200左右 但仍然是商汤第二大股东 商汤今天要跌6先下来 全日收布1.7跌3.4% 这节就和大家跟进到这里 明天同样时间 再有其他直播环节 明天同样时间再和大家见面